来到小弟的频道 希望大家帮一下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把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之前说过的 德国地方选举 Saxony 萨克森州 和Torinjia 涂临庚州 他们在星期日的时候 搞地方议会选举 一如民意调查所说 德国另类选择党 成为二战以来 第一个赢得德国地区选举的右翼政党 这件事对德国联邦的联合政府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这周末的时候 当然是选举的 在Saxony 那里 人口比较多 基督教民主联盟 成功抵挡了右翼的冲击 他得票是31.9% 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就是30.6% 排第二 他的得票率是 但是在少些人的 涂临库州 这个AFD 哇 厉害啊 他赢了32.8%的选票 排第一 排第二 这个CDU 就是我刚才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只得23.6%的选票 就是其实呢 在德国东部 这两个州 其实已经是有 严重的右翼问题 那么AFD的领导人 叫Alice Weddell 他就说 他们这一次的选举 是历史性的成功 那么 真是麻烦 那么 那么 本来 有左翼党的 这个The Link 他逃了出来的 那么 那个阿姐 就叫 Sara Wagenet 他就 弄了一个党 叫做 Sara Wagenet 联盟 他有一个简称的 那么 叫做BSW 这个 这个 Sara Wagenet 他就是 前东德共产党的党员 那么 他在 Saxony 那里 有11.8%的选票 那么 在 对不起 不是 对 我说错了 在Saxony 在图林根 那里 那么 他们 这个党 就是 这两个州的第三大党 那么 那么 这个 左翼党 走出来的阿姐 叫做BSW 他是 政治光谱可以说是极左的 他是痛恨纳税 其实他是痛恨极右的 但是 勇回宪法 不过 极端有两个是一样的 第一 反移民 极左和极右 一致 就是他跟AFD是一样的 还有 AFD 他们说的另外一件事 就是反对支援乌克兰 亲俄罗斯 那么 那么 BSW 和AFD 都是一致的 其实就是 那么 现在 AFD BSW 就是 Sara Wagensnecht 他在德国东部崛起 是搞到 Olaf Scholz 索尔茲 他的执政联盟 是更加大事 这个三个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叫红绿灯 他们 有 中左翼社民党 这个是索尔茲领导的 还有就是绿党 还有就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 自由民主党 即FDP 他们的传统政党 是遭到重击的 这个很惨啊 其实那些极端政党在 被德国崛起 对整个德国也是危险的 不过我想 德国人 他们是聪明的 在地方治理那里 让他们试试 让极端人试试 不会这么快 把整个联邦 都转到极右的 我认为 其实大事的地方是如何呢? 如果听涂临根州的情况 就大事了 绿党和FDP 即自由民主党 他都没有办法 过了5%的选票门槛 即地方议会一直都没有 结果是 但是 这个中左翼的 SPD 他在德国东部的影响力是没有了 差不多 所以是大事了 其实 索尔兹他发了个声明给路透社 他就说 德国另类选择党 在Sassani 和Tolunzia 那里的选举结果 大胜是令人担忧的 他就说 德国 我们的国家不可以 也不能够习惯这一点 这个AFD正在损害德国 另类选择党在削弱经济分裂社会 并且损害德国的声誉 其实 会影响他们的货品的出口 有些人看到这些 就不会买德国货 有部分人会这样 但是当然不多 其实今年年头 已经看到 极有的势力在德国东部 崛起了 在6月的时候 欧洲议会选举的时候 索尔兹的党 他的表现 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差的 其实 如果只是看德国的东部 这个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就已经是得票最高的政党 当时 这个AFD的支持率 就由19年的时候 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十六 就打散了社民党 成为全国第二 社民党的支持率 就跌到不够百分之十四 其实 中右翼的基民盟和基社民联盟 就有三成选票 结果是赢的 那其实 这个社民党是败的 这个社会民主党 S.P.D. 他是败的 那对社民党来说 今次AFD 就是这样赢了 或者有这么多选票 是一个很大的警号 现在的情况就是 德国另类选择党的表现很强势 但是 应该没什么可能执政的 应该没什么可能执政的 因为 在地方议会那里赢得议席的其他政党 他一早就出来说 就不会跟AFD一起做的 也多谢Elsa Luke你的支持 好多谢你 好多谢你 还有就是 这个 AFD 他在桃林庚州 如果有超过三分一的议席 其实他们有什么作为呢 他就可以阻止了某些法案的通过 譬如 就是 这个 这个 憲法法官 就是 憲法法院他们有法官的 他们是 议会任命的 那 他这个 德国另类选择党就救票 去推翻 就是 另外三分二的 议员 做出来的决定 去阻止这些决定的执行 现在这个局势很复杂 要建立一个执政联盟 估计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还有就是 会有很多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政治联盟 在一起 其实就是 其实这个 涂临庚州和沙克森州的国家 一级情报机构 一早已经把 AFT 的地方分支机构 已经归绝了 以图破坏德国民主的极端组织 但是那些人继续支持他 尤其是 是德国东部 因为德国东部的人 对主流政党和政府机构很不信任 现在就是 民调显示 Brandenburg 这个布兰登堡州 也在德国东部的 德国另类选择党 他们也是领先地位 9月22日他们又投票 德国东部的人 为什么他们这么紧张呢 其实 有很多难民 其实就是在德国东部下跌 第一波 迎接这些难民 他们一定是受当其冲 他们一定是受当其冲 就像在德州那样 他们一定是 反对 那些难民 跨过美墨边境 在德州那里 一定是这样 这个没有办法 一定是有差别的 因为你直接面对那个威胁 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威胁 就是直接面对那个威胁 那当然就是 德国他们自己也有其他问题 就是 前几天 在西德 德国西部城市 在索林根那里 就是 伊斯兰国的 敘里亚男子 弄死了三个人 拿把刀刺死了三个人 令到几个人受伤 那这些其实是治安问题 就是 你说和移民有没有关系 可能有少少 但是不是主要关系 这些是 治安问题 如果你的地方 这些事情都搞不好的话 其实就有问题 那算了我说到这里 严肃的问题就算了 多谢Elsa Luke你的支持 多谢你 先休息一会 所以腾经说 改了Live的时间 没办法了 我现在回应一下你 因为这个月 有太多奇怪的事情要做 为什么说奇怪呢 就是 有些本来我也没有预计要做的事情 结果这个月也是要做的 有太多这类型的事情 就 没办法在特定的时间 或定一个时间做直播 这个我是很抱怯的 这个我是没办法 那 休息一会 回来我就说说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请不吝点赞 这是 victories的 就一直有点 对 你觉得好多了 我害怕 那你等一下 你怎么会做到 你已经带来 我说 你怎么会做 你怎么会做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